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當地時間8月31日上午東方2022演習 在俄羅斯烏蘇里斯克市 謝爾·蓋耶夫斯基訓練場開幕 根據俄羅斯媒體的報導 演習從9月1日持續到9月7日 一共有13個國家 包括了集安集團、上合組織 和其他夥伴國的軍隊參演 東方2022軍演在俄羅斯遠東奔海邊疆區 7個訓練場以及日本海周邊海域正式開始 這次的軍演共有俄羅斯、中國、印度、白俄羅斯、 塔吉克和蒙古國等13個國家參與 演習參演的總兵力超過5萬人 一共投入了5,000多件的武器裝備 當中包括過8架飛機以及60艘不同種類的船艦 中方參演的部隊主要由北部戰區所屬的陸軍、 海軍和空軍部隊組成 參演的兵力有2,000多人 而各類型的車輛裝備有300多台 固定翼飛機和直升機有21架 艦船有三艘 在過去十幾天中 中方參演的兵力採取摩托化的行動 鐵路運輸、海上機動、空中運輸方式 順利實施了跨境投訴任務 央視軍事記者就說 從中方聯合戰役指揮部了解到 這次演習志在深化和參演各國軍隊之間的 務實友好合作 提升參演各方戰略協作水準 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 演習共分兵力集結部署、聯合戰役筹劃、聯合戰役實施、 組織兵力回撤四個階段展開 參演的各國軍隊、共同組建、導演部和聯合戰役指揮機構 2018年解放軍也曾派出陸軍和空軍 參與當時的東方演習 而這次就增加了海軍 這也是解放軍、海陸空三軍 首次參加由俄方組織的演習 作為俄軍四大戰略方向的演習之一 的東方系列演習 在俄軍演演習的體系中佔有重要位置 在演習期間指揮官和司令部 將會提高指揮、跨軍種和盟軍的技能 以擊退來自東部方向的侵略 俄羅斯副國防部長在開幕儀式上就說 演習有助形成對組織部隊訓練、指揮 和協同的統一理解 加深各國軍人之間的友誼和戰鬥情義 中方聯合戰役指揮部透露 軍演自在深化參與各國軍隊之間的 務實友好合作 提升參與各方戰略協助水準 增強共同應對多種安全威脅的能力 有外媒就引述專家分析認為 這場演習在俄羅斯戰爭仍持續 北京剛剛完成橫台軍演的背景下進行 除了傳遞反西方霸權的政治信號外 也有以展示自身軍力並未受到戰爭持續而受影響 對於西方炒作中俄威脅 中國專家指出 美國和北約近期也頻頻搞軍演 與此同時 西方大肆抹黑 包括中國在內的13國 參加的東方2022軍演 這完全是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而印度的參與軍演 令美國相當尷尬 作為美國在印太戰略中一個重要夥伴 印度派出軍隊參加整個演習 美國批評中俄時 反被質疑為何不批評印度的參與 接著看看雙墨充點火 超遠視距攻擊 中國空對空導彈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空對空導彈是從戰機上發射 用於攻擊空中目標的導彈 是遷擊機的主要作戰武器之一 也是用作遷擊轟炸機自衛和直升機 超低空作戰等空戰場景的武器 被譽為是戰機的利爪 是戰機攻擊力的重要體現 在8月24日舉行的 中國空空導彈事業發展非凡十年的活動上 在談及到中國的空對空導彈發展現狀時 航空工業空對空導彈研究院副院長黃增表示 可以說在空對空導彈領域 外國人有的我們也有 外國人沒有的我們也有的 黃增認為這十年以來 中國的空對空導彈取得了很多新的突破 已經實現了與國際先進水平 跟跑到並跑的重大跨越 按照基本型、系列化和特色化發展相結合的思路 中國創新發展的第四代空對空導彈 主要性能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準 部分關鍵指標已經超過了國外同類型的產品 1958年 東海上空的924空戰正式揭開了中國空戰導彈時代的序幕 而近十年來中國的空對空導彈可以說有著突飛猛進的進步 設計並且製造空對空導彈已經成為了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綜合體現 目前空對空導彈已經發展到第四代 當中的代表型號包括了美國的AIM-120、AIM-9X、俄羅斯的R-77、R-73和中國的PL-11和PL-15E等 這些空對空導彈產品中 中國的兩款空對空導彈已經領先 PL-12近程紅外格鬥導彈 以及PL-15E中遠程空對空導彈 這兩款導彈一遠一近成為了世界上 綜合性能最強的空對空導彈組合 PL-12近程紅外格鬥導彈是中國新一代的空對空導彈 主要裝備了殲-20、殲-10C以及殲-16戰機 是解放軍主力戰機的短刃 在研製之初 它對標的對象就是美國最新列裝的AIM-9X響尾蛇空對空導彈 PL-12具備了高機動以及大過載的特性 最大過載可以達到60G 能夠靈活地進行大機動轉彎動作 一旦敵機被鎖定 幾乎令敵機無論飛出什麼的高難度動作 也逃不過PL-10的追蹤 但從機動性來說 PL-11已經超過了美國最先進的AIM-9X 以及俄羅斯R-73空對空導彈 另外PL-11採用了先進的紅外成像技術 普通的紅外、有利以及自然熱源 對它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用 而PL-12最大的射程可以達到40公里 已經接近中距導彈的射程 並離續發射角度可以達到180度 配合新一代的頭盔瞄準系統 只要敵機出現在解放軍戰機的前半球視野內 就可以鎖定被發射 至於PL-15中遠程空對空導彈 就是美國當年雙默充空對空導彈的PPT變成了現實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在役採用雙默充發動機的空對空導彈 雙默充發動機擁有二次點火的能力 這個意味著導彈能夠進行二次制度 這個使得PL-15的射程達到了200公里 而且幾乎全程都是最佳攻擊包線 在空對空導彈中是獨領風騷的 美國雷神公司在研製AIM-120D空對空導彈的時候 號稱將會採用先進的雙默充固體火箭發動機 所以中國PL-15在立航的時候 主要的目標就是要全面超越美國的AIM-120D型空對空導彈 為了提升導彈射程以及末端的動能 中國就跟雷神公司宣傳一樣採用了雙默充固體火箭發動機 實現了射程上以及末端動能上的雙向突破 結果採用兩次點火的PL-15空對空導彈的最大射程 就超過了200公里 遠超過美國的AIM-120D以及歐洲的流星空對空導彈 而且採用了先進的主動雙空陣越雷達制度系統 具備了發射後不管的能力 後來雷神公司的AIM-120D型空對空導彈 只採用了單級發動機 並沒有採用雙默充發動 最大的射程只有130公里 現在中國的殲-20搭上PL-15 將會令到殲-20隱形戰鬥機 圍於世界頂尖的超遠視距打擊能力 試想一下裝備了PL-15空對空導彈的解放軍殲-20戰鬥機 和裝備了AIM-120D空對空導彈的美軍F-22或F-35 在進行超遠視距空戰的時候 會是怎樣的場景呢? 接著看看 這下運-20首次參加國際航展 呂將軍劉文力出場應知灑灑 8月31日奧地利軍方發布了 中國空軍運-20運輸機 抵達空中力量-2022航展舉辦地的視頻 空中力量系列航展長期以來 被稱為歐洲最大的航空展 而前赴奧地利參加空中力量-2022航空的 中國空軍運-20運輸機 已經抵達了航展的舉辦地 引起外界關注的是 從運-20上走下來的是一位女軍人 就是劉文力少將 現任南部戰區空軍副參謀長 說起劉文力 可以說一點都不簡單 他曾經是中國軍隊中唯一的女飛行團長 在第六批的女飛行員中 第一個放單飛、第一個晉升、飛行等級、 第一個做機長、第一個通過一號天氣標準的考核 先後獲得兩個二等功、兩個三等功 並成為優秀的女飛行員將軍 多次執行艱難、險阻的任務和出國空運任務 這次也是帶隊出國參加交流活動的 最後看看勞動課寫入新學期的課程表 內地中小學生開課的開學的第一課 學習、煮菜和種菜 根據教育部發布《義務教育勞動課程標準》 2022年版從今年秋季開學 勞動課正式升級為義務教育階段必修的課程 9月1日開學日 很多內地的中小學已經將勞動課加入新的課表裡 包括了種菜、收割、煮飯等項目 像貴州的梁峰小學 就將開學第一課搬到道田裡 當地的農戶就為同學講解、示範 如何去割渡、打鼓的步驟和技巧 同學就可以了解農民種糧的艱辛 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義 而在福建的漿州還將部隊的野催技能 搬入到校園進行開學第一課 穿著迷彩服的退役軍人在漿州市、龍海區 情溪鎮、夏莊小學 教同學就是滑造、埋土、桃米、煮飯、洗菜、配菜 生火、點造等技能 專家就指出勞動教育的目的是要讓學生 在參與生產勞動中接受勞動教育 培養勞動興趣、樹立勞動觀念 勞動教育應該是發揮、培養人、啟發人、分途人的教育功能 不要捲入應是教育的泥兆當中 大家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部 推出的一個新服務石樓台 石樓台提供獨家的內容給我們忠實的觀眾 訂閱石樓台每天不用港幣兩元就可以看到我陸英雄 你和巴士的部團隊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的節目是不會減少的 希望你們能夠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點擊石樓台的連結 就可以瀏覽到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的內容 另外亦都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到巴士的部的網站 亦都可以找到石樓台的 請大家去石樓台看看 多謝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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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支持